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 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风骚律师》第五季的第一和第二集 第四集最后说到 炸鸡叔的制毒实验室秘密开工 本来一切顺利 不料最靠谱的工程师维纳出了岔子 为了和妻子共度四天 竟偷偷溜出去 单纯的他还轻易被拉罗套了话 虽然并没有泄露关键信息 但炸鸡叔杀心已起 而老麦克唯一能做的 就是保下维纳妻子性命 最后麦克亲自动手 送走了最新人去背叛自己的维纳 而吉米这边 一番波折终于恢复律师的身份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律师执照上的名字 改成索尔古德曼 因为接下来他的目标群体 就是卖手机这一年接触最多的罪犯 在他们眼里 吉米就是索尔古德曼 开启风骚律师模式的索尔 又会搞出哪些花样呢 话不多说 开始新一季的故事 按照惯例 开头依旧是索尔的逃亡生活 担心身份暴露 索尔决定跑路 拿出私藏的钻石 换上密苏里州车牌 车上还放了警用电台 胆战心情跑出来 结果店里风平浪静 此时奇米才确信自己太敏感了 可就在他变为吉恩继续低调生活时 偏偏又遇到之前那个出租车司机 索尔的直觉没有错 对方确实认出他了 司机名叫杰夫 竟是索尔古德曼的铁粉 尽管索尔一再否认 但杰夫坚信不移 坚持要索尔说出那一句招牌台词 担心争执会引起更大麻烦 索尔只能答应 事后他赶紧打电话给吸尘器老板艾德 表示要升级服务 索尔坦言有人认出自己了 愿意花双倍价钱买新身份跑路 然而在达成交易的最后一刻 索尔改变主意 这次他要自己处理 至于他到底会怎么解决问题 看来只能在第六季中揭晓了 回到本季故事中 虽然跟丢老麦克 但拉罗始终念叨着维纳 还打听到了麦克的名字 拉罗认定其中一定有猫腻 在盘问小巴与纳乔还有哪些异常时 得知最近有小混混反映他们卖的货有问题 拉罗二话不说来到分销窝点 轻松判别出了次品 换作赫托与图库 估计不会理会这些小混混的抱怨 足见拉罗的胆大心细 不久博尔萨在养鸡场约见炸鸡叔和拉罗 不等对方先发难 炸鸡叔便先发制人 他早就想好了一套说辞 炸鸡叔告诉他们 最近在为炸鸡生意建造一个大型冰仙仓库 为此专门请来一支德国施工队 没想到工程师维纳发现了我们的毒品生意 甚至利欲熏心偷了两块 事后我就让麦克去追捕他了 为了隐瞒这件事 我让人用本地原料做了两块一次冲好 一切都是个误会 拉罗并不死心 坚持要看兵仙仓库 然而炸鸡叔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早就做戏做全套了 仓库里麦克正在检查工作 一旁的卡伊等人更是埋头干活 麦克成功引起拉罗的注意 他主动适宜握手 麦克和炸鸡叔都知道 这并不会打消拉罗的疑虑 但计划滴水不漏 拉罗就算怀疑也没有证据 炸鸡叔到底有没有说谎 波尔萨和塔拉迪奥或许并不关心 波尔萨让炸鸡叔与拉罗和平共处 炸鸡叔不会成为自己人 但他很能赚钱 光追一点就够了 显然上面的意思是 事情到此为止 拉罗虽然不敢明目张胆违背 但背地里免不了 会一定盯着炸鸡叔的一举一动 拉罗的想法 炸鸡叔心知肚明 即制毒实验室只完成一半 他还是决定暂时终止 等除掉拉罗这个隐患再开工 是时候送工人们回家了 麦克带他们来的荒无人烟的荒漠 这些人想必已经猜到维娜的下场 一个个不敢下车 麦克表示 我要是想动手 你们还能喘气到现在吗 虽然只完成一半工程 但炸鸡叔还是付给每个工人全款 拿钱闭嘴 分批绕路回家 事后汇报情况时 炸鸡叔表示 虽然工程停了 但会一直雇佑麦克 明显炸鸡叔不想失去这样的人才 至于维娜的妻子 她接受丈夫是死于建筑事故 炸鸡叔也已经给予赔偿 但维娜的死始终令麦克耿耿于怀 心甘情愿犯罪 不代表她认可这种犯罪行为 老麦克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活得明白 不可能因为这次犯罪 就和炸鸡叔捆绑 从而一错再错下去 促使麦克继续犯罪 想必还有其他诱因 吉米这边 本以为风操律师索尔古德曼的诞生是蓄谋已久 没想到真的只是零功乍现 吉米意识到 过去一年卖手机没白费 打过交道的罪犯都是未来的潜在客户 金对吉米的选择感到误解 好不容易恢复律师身份 为何要自降身份 但现在吉米只想着 怎么把这些人变成自己的客户 对金失望的情绪毫无察觉 身为营销奇才 吉米从不让人失望 立刻就想到一整套方案 收干就干 夜晚的街头 索尔古德曼律师的业务推广活动开始了 修尔作为安保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零手机的人排成长龙 当然这些三角九流全是为了白嫖手机 不过吉米本来就是拿手机当诱饵的 他火力全开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提示他们遇到问题找索尔 手机快捷键都已经设定好了 很快手机就送完了 供不应求 外面还有不少人 吉米灵机一动 允诺两周内非暴力重罪 找他辩护打半折 听到这儿 大家纷纷拿走吉米的名片 地方检察院里 倒霉的地检官 比尔买的薯条又被零食卡住了 趁私下无人用身体撞了一下机器 这才成功拿到 紧接着他又接受了一次莫名其妙的采访 还是熟悉的味道啊 女记者不就是吉米 御用摄影团里的化妆小妹吗 好家伙 虽然拍摄技术还是一如既往的烂 但在吉米的千锤百炼下 一个个演技飙升 他们批判比尔不该给一个小罪犯判刑 说话间 律师索尔古德曼闪亮登场 比尔根本不知道他们说的这个罪犯是谁 非常无语的逃离现场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附近围观的路人被唬住就行了 果然名片很快的发出去了 而且这次营销更有针对性 因为出现在这里的路人 多少和官司有点关系 与此同时 金正在为奶爸罪犯波比伤神 对方有犯罪贤科 金建议他接受认罪协议 五个月监禁已经是很好的结果 如果选择参加庭审 说不定会被判上好几年 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 可波比抱有侥幸心理 万一法官看在我二胎孩子 快要出生的份上从轻发落呢 不管金如何劝说 波比坚持要赌一赌 此时金刚好路过 了解情况后想出一个对策 吉米大算冒充成地检官 骗波比他们要撤销协议 打算让他老底坐穿 这么一下子他肯定会老实 可金不同意 执意要用常规方式 怕吉米坏事 金态度严肃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事 你不要管 无奈吉米只好离开 有意思的是 金虽然在吉米面前 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 可最后还是采用吉米 虚张声势的做法 不得不承认 虽然吉米的做法稍减卑鄙 但是有用啊 事后金陷入巨大的心理矛盾中 只是把吉米的计划 打了个折扣使出来 目的就轻松达成了 吉米会耍滑头 金何尝不会 只是一旦践行 无疑会对他的三观 造成巨大冲击 吉米的五折优惠 让罪犯们趋之若鹜 金担心他在鼓励犯罪 虽然吉米不以为意 但结果证实 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竟然真有两个蠢蛋 仗着请律师打半价 在晚上为非作胆 离开炸鸡叔 迈克回归平静生活 但他的状态似乎并不好 而媳妇史戴希打来电话 因为上班的关系 他希望迈克能帮忙照顾孩子 对此迈克当然很乐意 他愈教愈乐 教孙女被惩罚口诀 期间孙女不停问起 父亲马蒂的事 他是个好警察吧 他和你学的本事吗 然后他被坏人抓了吗 起初迈克还有耐心随便应付 但很快就沉默了 甚至对孙女大发雷霆 马蒂的死 一直是迈克的心结 他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再加上不久前为纳的事 孙女随便问的每个问题 都好似一把刀 扎进迈克的心 负面情绪积压的一定程度 必然会爆发 吉米这边 推广活动相当有成效 已经有不少客户 主动联系上他 一大早 吉米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不过他还是察觉到 金的小情绪 于是带他一起去看房 虽然现在还买不起 但是对缓和关系 肯定是有用的 吉米告诉金 我向一些委托人许诺五折优惠 但你放宽心 不会有人真的因此去犯法 估计吉米也想不到 这世上真的有这种蠢蛋 针对上次在检察院发生的事 吉米向金道歉 不该出那么蠢的主意 听到这 金顺势严明自己的底线 那就是不会对委托人说谎 虽然上次金突破了底线 但从结果来看 他还是选择坚守本性 吐露新生后 金心情明显好转 还有心情用水捉弄吉米 谁能想到 吉米同一时间 竟然拥有了45个委托人 这要是哥在其他人身上 必定分身乏术 然而这对于 节奏大师吉米而言 完全无压力 他游刃有余的 在地方检察院 因为这些委托人 都是些小角色 没犯下什么滔天大罪 到底怎么判 完全在于 律师和地检的态度 正因如此 才给了吉米 无限发挥的可能 巧的是 吉米在这里 遇到了霍华德 现在他看来 应该已经完全振作了 从其口中得知 现在HHM律所的业绩很好 霍华德想约金一起吃个饭 以此修复两人之间的关系 就在这时 地解官苏珊娜 从会议室出来 吉米顾不上 与霍华德闲聊 赶紧追了上去 因为苏珊娜手上 有16个案子 都涉及到吉米的委托人 吉米的口吐莲花 在他这里没啥效果 没办法 只能另想高招 吉米买通电梯维修工 故意制造电梯故障 把自己与苏珊娜 困在电梯20分钟 原本打算利用这段时间 继续看文件的苏珊娜 被吉米一波BBOX 差点搞疯 与其被人烦 不如索性 把两人相关的业务处理掉 短短20分钟 就成功处理了13起案件 那乔这边 晚上在床上睡得好好的 家里突然来了不速之客 不是别人 正是炸鸡叔 左右手之一的大黑哥 一些人开车 来到那乔父亲店面前 父亲正在和几个朋友打牌 维克托走了进去 那乔很紧张 担心维克托会对父亲动手 就在那乔焦躁不安时 贾吉书坐进驾驶室 通过后视镜发射死亡凝视 那乔这才明白 他们并不是真要娶父亲性命 而是以此威胁自己 家人是他的软肋 那乔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乖乖认怂 想让我干什么直接说吧 现在那乔虽然人在拉罗身边 但并没有得到信任 贾吉书要他做的 就是成为拉罗的心腹 掌握他的计划 行踪与想法 好随时向自己汇报 那乔只是个混黑道的毒贩 对无间道这种事 当然不在行 也真是苦了他了 拉罗和小弟们打牌时 那乔本想套近乎 结果被拉罗一顿呵斥 打牌的时候 你给我闭嘴 不久 疯狂小八接到电话 得知第五阶的分销点 出了差错 原来早前那两个蠢蛋 跑来买粉 结果钱给了 白粉却倒霉催的 卡在雨水管道中 小八赶到现场处理 他爬上梯子 试图疏通管道 可忙活半天也没用 就在此时 基督局的人突然出现 其他人一溜烟全跑了 人还困在梯子上的小八 只能抓家 他赶紧向基督警察解释 雨水管道堵住了 我正在疏通呢 说完还拍了拍管道 紧接着大无语事件发生了 时代白粉一股脑全出来了 人赃病货 小八转头就被基督警带走 除了小八 这个分销点估计也保不住了 一同损失的 还有没来得及带出来的存货 面对基督局 拉罗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但纳乔知道 这或许是争取 拉罗信任的最好时机 拉罗根本不相信 纳乔能成功 等着看他落入 基督警察的手里 结果纳乔硬是有惊无险 在警察进入房间之前 把所有存货拿了出来 有胆石有能力 这让拉罗第一次对纳乔刮目相看 在房间里没搜出毒品 基督局很可能认为 那些白粉是瘾君子所有 不会想到这里是分销点 搞不好之后 第五阶还能正常营业 置之死地而后生 纳乔的努力总算没白费 拉罗对他的信任显然提高不少 不仅亲自下厨 还和他一起共进午餐 饭桌上两人聊起被抓的小疤 纳乔担心拉罗要灭口赶紧求情 坦言自己和小疤是老相识 两家还是世交 拉罗并没有让纳乔去杀小疤 而是想到了更好的办法 吉米意气风发走在马路上 纳乔的车突然停在他身边 应付小混混吉米向来游刃有余 可面对真正的黑道 吉米心里还是直打鼓的 连话都不敢多说了 虽然心里不情愿 但还是乖乖上了纳乔的车 想成为完全体的索尔古德曼 黑白通吃 吉米还需要继续修炼 纳乔找到吉米 估计和疯狂小疤的案子有关 至于拉罗 他所谓的更好办法又是什么呢 想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 记得关注下期精彩内容